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 这钱你到底掏不掏 我带着怒火责问老公 老公哀了一声说 你咋不明白了 首付都需要我们掏钱 以后的房贷什么的 少得了我们吗 你以前帮着娘家 我说过什么没有 难道你没有发现 你弟弟只要需要钱 就来找我们 我们也有孩子 也有家要养呀 我却对老公说 是你不明白 我就这一个弟弟 他有困难不找我找谁 要不然还是亲姐弟嘛 老公把双手一摊 急得直跺脚 就急不就穷 你弟弟把我们 当成了救助站 什么都找我们 这样不行的 他说着 上前搂住我的肩膀说 老婆 我们好好过我们的日子 不好吗 你弟弟孩子都有了 他也该担负起 养家的责任了 说着 老公不停地跟我说好话 让我不要闹 儿子才四岁 以后用钱的地方 多的是 我们不能光照顾 弟弟一家 要多考虑 我们的小家 没错 我妈和弟弟说的没错 老公不想离婚 他舍不得我 只要我坚决 以离婚相逼 他一定会答应 帮我弟的忙的 我一把推开老公 用手指着他问 你到底给不给 不给 我们就离婚 老公一把抱着我说 老婆 我不离婚 孩子还小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矛盾 离婚 坚决离婚 我弟弟你都不帮 我们一起过 有什么意思 我心里高兴 脸上 却怒气冲冲 只要我在家把火 老公一定就饭 下午 我们就去办离婚 一刻也不耽误 我斩钉截铁地说 老公捧着脑袋 蹲了下去 气不成声 老婆 你试试都想着你弟弟 他为你想过没有 离婚了 你怎么办 那时候 我一心想把火烧旺点 让老公扛不住 什么都听不进去 走 现在就离婚去 我拖着老公去了民政局 离婚手续 很快就办理得差不多了 直等冷静期结束 就可以正式离婚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四 离婚后 我就回到娘家 跟我妈和弟弟 说起离婚 得到他们的赞许 还说 不出三天 我老公一定会向我低头的 回娘家的时候 我带了五千多现金 弟媳天天带着我出门散心 实则 让我帮忙办年货 五千块钱 很快就像春天南方的雪 消失不见了 弟媳 别见我再也榨不出油水 也不再拉我逛街 反倒旁交侧击地交代我 不管是不是真离婚 钱一定要攥在自己手里 再逛街的时候 就是弟媳带着她的娘家人了 我只能窝在家里 跟老妈一起打扫卫生 喜切蒸煮了 年货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一家人却没有半点过节的喜色 吃饭时 一天比一天沉闷 因为老公还是没有来接我回家 弟媳的脸色好像盆里洗衣服的水 越来颜色越深了 他已经开始动不动就吼老妈和弟弟了 妈妈背地里问我 要是离婚了 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我说八九万吧 我妈说 那也还好 怎么个好法 她没有细说 我也没有多想 年三十一大早 我忙着准备团圆饭的饭菜 我弟却把我拉到一边说 姐 你是出嫁的人 不适合在娘家过年 团圆饭 你不能在家里吃 要不会伤我的气韵的 你找个酒店住一天吧 过完年再回来 这 我倒是没想到 看了看爸妈 他们都冲我白白手 让我自己出门 找地方过年去 热闹得除夕 我一个人 心冷地坐在酒店的床上 突然怀念起 跟老公一起回婆家过年 婆婆做的各色的点心 糖花毡 麻叶 面果子 糖角 还有纯天然的南瓜籽 葵花籽 每年的点心不用买 婆婆都能整出很多的花样 然后献宝一样 一叠一叠地端出来 给我品尝 儿子每天吃得满嘴的糖渣 满大筋的手印 我以前有多烦多嫌弃 现在就有多想念 爸妈弟弟一家 该是很开心吧 他们舍不得买的东西 我都替他们买上了 牛肉炖得喷香 烤鸭也炖得一块块的装上了盘 饭后吃着我买的开心果和猕猴桃 还有葡萄 西瓜 什么稀缺 我买什么 一晚上 没有人想到我 要不是儿子稚气的声音 问我什么时候出差回家 他很想我 我就被全世界遗忘了 其实 有时候娘家人 还是会想到我的 初一上午 我挨到十点钟 回到了爸妈家 一路上 我一扫昨天的颓丧 见人就大声地喊拜年 不承想 回到家 气生生地给爸妈拜年后 发现相当尴尬 我刚说完拜年 连祝福的话语 都没能说出口 就看见 爸妈眼盯着我空空的两手 拉下脸后 默然转身 走进了卧室 弟媳却打发着 一岁多的侄儿 卖母鸭式的 摇摇晃晃的扑过来 嘴里喊着 姑姑过年好 红包拿来 我抱住侄儿的同时 脸不禁发烧 离家的时候 我就带了五千多块钱 半年货 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 身上真没有什么钱了 看着我犹犹豫豫的 僵在那里 弟媳过来 一把拽走侄儿 孩子没有反应过来 嘴里还叫着 姑姑红包 弟媳也猛然大喝一声说 女姑姑的红包 不是给你的 孩子挖的一声 就哭了出来 我瞬间识话了 愣了半天 回过神来 一把抱住侄儿说 今天姑姑没有带钱 下回姑姑来 一定给双倍红包 好不好 弟媳在旁边帮枪说 三倍 下回姑姑 一次性给三个大红包 哲耳口齿不轻 也跟着说三个 我连连附和 三个就三个 事情 这才算告一段落 中饭晚饭 理所当然的 落在了我身上 洗碗 洗锅 拖地 食堕家里 我忙得像个充足了店的小马达 娘家人 有一个算一个 嗑着瓜子 吃着水果 看着电视 悠闲自在 我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哪知道 这才是开始 初二回娘家 弟媳自然是不会落下的 但他们半夜 突然回了家 还一把 把我从被窝里 薅了起来 原来 弟媳回娘家 跟人谈起 我离婚了 马上就有人回应了 两人 还达成了一致 弟媳的婶子娘家 有个侄儿 好吃懒做 还动不动 喝得烂醉 四处耍酒疯 人已经四十了 也没个老婆 他婶子听说我离婚了 就和我弟媳合计着 把我介绍给他娘家侄儿 关键是 两人商定了 只要我答应 嫁给那个烂酒鬼 南方就要出八万彩礼 给弟弟嫁 这样 一个要人 一个要钱 两人一拍即合 兴奋的弟媳 立马从一百多里外的娘家 连夜赶回 为的 就是第二天 带着我一起乡人去 我本来就没有真心想离婚 现在骑虎难下了 一时间僵持在那里 不愿意挪窝 爸妈一听 野心欢怒放 说这回 弟弟的房子首付 又着落了 不是 爸妈 你们真打算 让我嫁一个不靠谱的人吗 我迟疑的问 妈妈却说 女人嫁谁不是嫁 现在 关键是你弟的房子首付要解决 以后过得不好 可以离婚 反正又不是没有离过婚 我傻子似的 看着满面笑容的一家人 心里霸凉霸凉的 在弟弟的首付面前 我到底算个啥 弟弟见我不坑不哈的 不表态 劝我说 姐 你有手有脚的 不会想赖在我家吧 好歹找个人家过自己的日子 妈妈劝我说 你离婚有八九万 这回彩礼有八万 你弟弟的房子就有着落了 你也别想着孩子爸爸了 这么长时间都不露面 你要是低头哈腰的回去了 以后就落了下风 也立不其微了 还不如换个人家 这对你 对你弟 都好 是吗 我怎么觉得 所有人都想着弟弟 想把我卖掉换钱呢 话在我嘴边 打转转 却始终都说不出口 看我横竖不点头 弟弟打开了门 姐 要是这样 你都不帮我 你也别在我家里待了 我坐在小区的椅子上 怎么也想不明白 我为了弟弟的房子 都离婚了 为什么现在 却被埋怨我不帮忙 那什么才叫帮忙了 我嫁了那个 四六不靠的罪鬼 弟弟拿到八万彩礼 才叫帮忙了吗 关键还要叫我 搭上离婚后的财产 这是什么道理 为了弟弟的房子 就得搭上我 这个亲姐姐的幸福吗 夜深了 我冷得瑟瑟发抖 回到房前 发现我的行李箱 被放在了门前 我拖着行李箱 油魂一样的 在大街上乱窜 汽车追在我的身后 狠命的按喇叭 我充耳不闻 大年初二晚上 每个小区的门口 都挂了红灯笼 每个路灯的下方 都有红灯笼 红通通的 多喜庆啊 我的心却在低血 很痛很痛 老公那句 你什么事情 都想着你弟弟 他为你想过没有 你离婚了 怎么办 像一把锤子 狠命的敲打着我的心 弟弟是替我想过了 他想最大限度的 利用好我这个姐姐 让我胁迫老公不成 就逼嫁 反正只要钱落到他手里就行 其余的还真不是他考虑的 心里伤着情 想着事 脚下不听使唤 走哪里算哪里 至于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雨 打湿了头发 打湿了衣服 我一概不知道 被一声欢呼叫醒的时候 我好长时间都迷糊 什么时候 我从城北的郊区 走到了城南边缘的新区 我自己的家 叫醒我的 是我那四岁的儿子 满脸满眼的惊喜 他小兔子一样钻了过来 抱住了我的右腿 养着脸 乐开了花 我这才发现 天已经亮了 握着行李箱的手指 竟然无法伸直 想要抱一抱孩子 都不可能 我想蹲下去 搂住孩子 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在远处看着我的老公 跑了过来 扶起了我 把我紧紧地抱住 喃喃地说 知道吗 我天天在等你回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浑身冰冷的 像做冰雕的我 留下来一行热泪 这个时候 老公还在原地等我 这才是真正爱我的人 是我的家人 老公扒开我结冰的头发 捧着我冰凉的脸 吻着我的额头说 我知道 你有一天 一定会想明白的 我流着泪 我哆嗦着嘴唇 想对老公说点什么 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老公一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然后 他抱起来孩子 另一只手搂着我 我们回家了 我洗了个热水澡 喝了碗姜汤 吃了碗热腾腾的肉丝面 躺在了舒服的床上 儿子安静的 躺在我的臂弯里 一双眼睛紧盯着我 好像一闭眼 我就没了似的 看着我 心里酸酸的 睡到下午醒来的时候 老公在床前看着我 抚摸着我的头发 笑着 叫我小懒猫 该起床吃点东西了 儿子早就醒了 认老公怎么哄 就是不起来 直到我起床穿衣服 他才乖乖的 让老公给穿衣服 晚上 妈妈的电话打来了 问我现在在哪里 我告诉他 在天堂 妈妈愣了很久 反应过来 问我是不是回家了 随后压低了声音问我 老公有没有低头 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妈接着说 一定要他拿出钱来 不然就不复婚 要不 让他再出一点彩礼更好 我笑出了眼泪 问我妈 我弟不是有手有脚吗 想买房 自己不会挣钱吗 我妈却生气的问我 以后还想不想回娘家 不等她说完 我就接下来说 不想回了 没有娘家了 以前的我已经死了 昨天晚上冻死了 今天是苏醒后 重生的另一个我 说完 我挂掉了电话 然后跟老公说 我想吃婆婆做的 各种各样的点心 老公和我商量 明天带着孩子回家 给公婆拜年 等一开工回来 我们就去民政局 收回离婚申请 老公的话说了一半 忽然停住了 然后犹豫了 我接下话说 以后由他掌握财政大权 这样我不会受人忽悠 老公笑了说 行 但是每个月家里的收入 他都会告诉我 他相信 我会把我们的小家 放进心里的 回到老公老家 看见公婆 忙得脚不沾地 却乐不可知 我知道 我回来对了 人就是很奇怪 弟弟伸手 向我要钱的时候 理所当然 丝毫没有半点不对 可等我没有钱 又不愿意屈服于 他的诡计的时候 有手有脚 赖在他家这样的话 就出来了 他一下子就高尚了 说来说去 就是两个子 自私 于自己有力 怎么着都行 无力可图了 一脚踹开 人心 未必会换来人心 欲望的祸口 一旦打开 就像被洪水冲塌的堤坝 只会越来越大 最终失控 所以 老祖宗千年前就说过 人心不足 蛇吞象 怪不了别人 这是我自作自受 伏地魔伏出来的 谢天谢地 我终于醒悟了 人都有手有脚 我不用靠他 他也不用靠我 自己家里都过得鸡飞狗跳 管他谁家瓦上霜 这世界 只要你肯干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办不成的事 弟弟的困境 就是因为他不努力上进 靠伸手药造成的 我越帮 结局会越糟 这样挺好 互不来往了 各吃各的饭 各挣各的钱 各养各的家 地球离了谁都转 谁离开谁 也都一样 活得欢蹦乱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